10月份为全球乳癌防治宣导月 在美国 乳癌发生率高居女性癌症的第一位 乳癌也是华裔女性最常见的癌症 粉红丝带作为全球乳腺癌 防治活动的通用标志 是一场关爱女性 真爱乳房健康的运动 更是女性对健康和美丽的一种追求 绞生癌症协会每年10月固定举办粉红丝带研讨会 今年已经进入第10年 此次的研讨会在帕萨迪纳亨廷顿纪念医院 盛大举行为华裔乳癌病友及家属 提供最新乳癌相关资讯 绞生癌症协会与Huntington医院 于三年前开始携手合作 共同举办粉红丝带研讨会活动 今年研讨会的专题讲座包括 由Huntington医院乳房外科沈宝林医师主讲的 回顾过去10年乳癌的突破 与2016年的新展望 2016年在美国 有超过280万位妇女曾罹患过乳癌 包括正在接受治疗及已经完成治疗的妇女 有更多的证据显示 对乳房密度高的妇女 3D乳房X光摄影 可帮助检测出更多的乳癌 因此 这种检测方式将会是这些妇女的首选 过去这10几年乳癌治疗有进展很多 很多方面都有进展 包括筛检手术 泛疗化疗抗抗抗蒙药 连精英检测都有进步 很多妇女为了怕不去照乳线X光 但是这是错了 因为其实早发现乳癌 我们治疗成功率很高 而且治疗越来越多的选择 有更多的证据显示运动的益处 包括降低罹患乳癌 及乳癌复发的风险 更多的研究显示 饮食在乳癌中的角色 从被确诊到接受手术的时间 若有延迟 可能会影响早期乳癌的存活率 患者虽然不需要仓促地接受手术 但也不要因为害怕而拖延 早发现乳癌总是好 所以当然要自己注意 今年美国癌症协会 还是建议每个妇女 每月自己自我检查 还要每一年给医生临床 乳癌检查 然后最重要就是40岁以上 开始每一年做乳癌X官 华裔妇女中 乳癌密度本身比较高 所以常常听说 可能X官没有效 其实这是错的 尤其现在的数据 乳癌X官影像 和最新的3D路线 乳癌X官影像 的整确性 敏感性 可靠性 越来越高 所以要照顾自己 要多注意乳癌 什么新的症状 包括肿瘤 乳头分泌物 皮疹 而尽快去告诉医生 去检查 运动对乳癌患者很重要 运动越多 乳癌复发几率越少 而且对观众们呢 运动越多 得乳癌的机会也越少 所以我永远鼓励大家 尽量多运动 说一点 总比完全不做好 所以我们是建议 每一天做30分钟 但是你没有空 每天做10分钟 15分钟也可以 或者真正没有空 去上班 去菜场 那停车停远一点 反正有什么机会 做多一点运动 总是比较好 饮食方面也有进步 我们现在了解 地中海的饮食 可能会帮助你的健康 而减低乳癌的风险 地中海的饮食 包括多粒素菜 吃多的坚果和唇骨类 稍微少吃一点鸡肉 鸡蛋 然后尽量减少红肉和甜点 大家用饮食痕和运动的话 你就可以不只是比较自己健康 但是可以减低你的乳癌风险 研讨会还安排了乳癌病友及家属分组交流 分享抗癌经历 另外 绞生癌症协会还帮助病友 妥善地保存与治疗相关的各项资料与档案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